最終目標就還是奧運金牌 把這幾年所學的東西 就是能夠在巴黎奧運的時候 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柔道男神楊恩偉在東奧奪上銀牌後 接下來瞄準2024巴黎奧運 喊話要拿金牌 世界排名第一的他 現在也是各國情搜的頭號目標 關注度一定會受到更大 所有的國際選手一定都會去研究 我要怎麼去贏比賽 或是他們要怎麼樣去對付我 楊恩偉即將展開新賽季 4月1號登場的土耳其柔道大滿冠賽 是他本季首戰 接下來還有6月成都市大運 9月杭州亞運 和年底世界柔道錦標賽 不過在此之前楊恩偉高人氣 讓他代言工作滿檔 出席活動記者會 楊恩偉用乳晶蛋白調了一杯檸檬多多 除了給粉絲喝 自己也大口品嘗 另外空調 汽車和西裝品牌等也都找他合作 運動選手形象好受廠商青睞 各運動項目的世界第一 像郭信淳帶言手機信用卡 帶滋飲則有食品服飾 而李志凱也有飲料和運動品牌等 不過運動員言行受關注 先前北京冬奧黃玉婷穿中國隊服爭議 楊恩偉覺得選手要遵守規範 我覺得身為一個運動員選手本身就應該要就是要注重自己的一些規定 或者是一些規範 那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選手本身自己還是希望自己能夠在場上能夠全心全意的面對 去奮戰 運動員面對賽事全心全意奮戰 期許拿出最好表現 也希望延續東京奧運時的高關注度和支持 繼續拼佔每場比賽 TVBS新聞聯合南紅軍委台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